三生三世枕上书帝君错过大婚,凤九误会,怀孕下凡历劫,凤九和帝君在阿兰若之梦中出来,就是小九的冰藏之礼,在小九冰藏之礼上因为孽初吟的挑衅,想要凤九的一个承诺,帝君站出,承认自己是凤九的夫君,此时所有人都知道了凤九和帝君的关系,帝君也称此时将自己和凤九的大婚之日定下,然后带小九回去了碧海苍林,过了几天甜蜜的日子, 此场景是原著中的场景,尽量做到了还原,在碧海苍林,白鸟嘲讽和凤九起舞的场面也得到了还原,场面很美,也很甜,凤九这几天是最开心的,在婚礼的前一天,帝君被击横以自己父亲的鳞片要求放弃迎娶凤九,只是不巧的是渺落此时也准备在帝君大婚之时突破,可是正好被帝君发现,帝君因为秋水度以及阻止渺落,离语化更惊异,小九此时还是不幸的, 是相信帝君的,去了魔族,也是因为误会,以为帝君在魔族是为了何姬恒,自己回到了青丘等帝君的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